朱熹的意义 九月十五 也就是闻天祥英勇就义 一个半世纪以前 有个男孩子 在今天的福建省南平市 游西县 雨秀风夏出生 天冷南丁 尽是出生的一家之主 当然是满心喜悦 只是他不会知道 此时此刻 秦桧正从金逃回大宋 而他 这个几乎与南宋同龄的儿子 则将影响之后好几百年 甚至改变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灵 没错 这个男孩子就是朱熹 朱熹是文化里程碑式的人物 前有孔子 后有朱子 没有孔子 没有孔子 就没有乳学 没有朱子 就没有理学 乳学啊 让我们民族 有了主流的思想和核心价值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 被颠覆 理学 则让价值和观念 落到实处 深入人心 变成像宗教教义或先知圣训那样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 又规范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当然是非同小可 我们却只能长话短说 那么什么是理学 理学又叫道学 理学家又叫道学先生 叫道学 是由于要传承弘扬下商周三代的先王之道 教理学则不但因为天道即为天理 而且因为更重视义理的研究和阐述 这两种称呼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大体上北宋叫做道学 南宋叫理学 显然理学的核心两个字 天理 天理是什么呢 朱西说 所谓天理 父是何物 人意理智 岂不是天理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 岂不是天理 原来就是三纲五常 这不是董忠书早就说过的吗 确实 老调重看 但是却有意义 也有发明 意义就在于儒学的振兴 我们知道儒学原本是孔子等人站在官方立场所创造出来的民间思想 由于是民间思想 所以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潮之一 也不乏生命活力 但由于无论孔子孟子 荀子都是为了替统治者寻求智道 因此 思想是独立的 立场是官方的 再加上他们的主张符合中法社会的中国国企 便是儒学 变成了官学 结果是汉武帝的霸处百家 独尊儒数 然而独尊不是独存 罢处也不是消灭 汉武帝只是规定 如果做官就得读经 不想做官 人可以读子 经就是儒学的经典 子就是诸子百家 经在朝 子在野 所以儒学虽然独尊 百花依然齐放 百家依然争民 只不过 百花只能作为野花 在山林占开 诸子之说也登不得大雅之堂 儒学成为亲近的国家意识形态 东汉末年 帝国大厦是轰然倒塌 两汉经学也因为腐朽僵化 而被弃之如碧鲤 带之而起的是什么呢 玄学 佛学 佛学 是外来 异族文化 玄学 却是体制内的异端 内外夹击 再加上五湖入华 南北对质 半死不活的这儒学呀 更是命悬一线 气若游丝 不过 魏晋南北城 是乱世 倒也没有人去理会 而随唐 重建太平 随阳帝打通南北 太宗又融合胡汉 统一的帝国 需要统一的思想 结果却是同而不一 这不然因为 这个大唐王朝啊 是混血王朝和世界性的帝国 必然秉承开放 兼容的理念 同时 与统治者的需要也有关系 武则天 重佛 唐玄宗 修道 韩玉 则因为反佛 被当局打发到 是天荒地老 总之 他们更倾向于 儒 仕道 三教合一 对儒学 并不青睐有加 接下来便是混乱的五代十国 赵匡业 结束了过去 开创了未来 这个依靠政变 夺取政权的军阀 为了江山永务 崇尚文治 意志武功 立下了什么祖宗家法 要与这个世代府共治天下 世代府没有这个治军的资本和军事力量 所以就只能够依靠思想 而能够平治天下 也只有儒学 振兴儒学 世代必以邪 然而这谈何容易 唐高宗以后 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 勃然崛起 到两宗更是风靡天下 就连这个理学的创始人 程浩和程怡兄弟 也都是体制掩饲禅家 宋朝的儒生们 处在这样的环境下 不至于四面楚歌 不向佛教开火 就不可能夺回阵地 突出重围 此时此刻呀 就看朱熹老夫子的 朱熹的枪法很好 一眼就看出了佛学的要害是空 无 他也十分的清楚啊 推出这个结论的逻辑 那是什么呢 世间万事万物 都是由于因缘和合 而由法产生 但是万法结空 所以呀 是无 这就好对付了 武器是离 朱熹说 世界上其实有两种存在 有情有状的叫做气 无形无影的叫做理 所有的气都是由理产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发生 都不可能没有道理 用朱熹的原话就是啊 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个道理 台阶有砖头 就有砖头之力 地上有竹银 则必有竹银之理 船只能行于水 车只能行于路 这都是理 结论是 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 没有理就没有物 于是就有人问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呢 朱熹熹说 只有天下公共之理 这个公共之理啊 就叫太极 太极是万物万理的总和 也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 比如砖头或竹子坐成了椅子 这些理啊都有极致 理的极致就叫做极 极的极致则叫太极 用他的话说啊 事事物物皆有个极 是道理之极致 从天地万物之理 便是太极 但是朱熹又提醒我们 太极可不是说这个 有个物有个事 这个光辉的在那里 只是说当初皆无一物 只有此理而已 就连太极这两个字也是没有的 叫这个名字啊 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 如此看来 朱熹的理 像极了这个佛教的法 朱熹却认为不同 完全不同 他说 太极是五行阴阳之理 皆有不是空的物 物是 他还说啊 这个释迦牟尼啊 只见的一个皮毛而已 里面有许多的道理啊 他确实看不见 这怎么可能是佛教的法呢 更重要的是 除了理 还有气 气是天理的载体 朱熹说 有此理之后啊 方有此气 既有此气 然后此理有安顿之处 也就是说 太极并不是 无所事事的呆在那里 他还要变成事物 而且通过气 所以天理或太极 不是空 理通过气 变成万事万物的结果 是人人有一太极 物物有一太极 但这绝不意味着太极能够分裂 而是万事万物 对太极的禀受 朱熹说 这就好比啊 月光洒在江湖 洒在人间 到处都能看见 月亮呢 却只有一个 并未分裂 精彩 精彩吗 精彩 非常精彩 天理太极 简直就是核武器啊 的确 朱熹的理 很像西方哲学中的绝对理念 虽然比不上黑格尔 却类似以柏拉图 在中国思想史上 已经是相当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 这不能小看 还有一点 也很像黑格尔 黑格尔说 这个凡是现实的 就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 就是现实的 朱熹则这样说 凡天地生出 那一物 便都是那里 有那个道理的理 是不是看起来一样呢 可惜根本不同 正如恩格斯所说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误读了黑格尔 黑格尔从来就不认为 现存的东西都无条件 是现实的 想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 凡是这个合理的 会变成不合理的 现实会变成不现实的 凡是现存的 都是应当灭亡的 朱熹却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他讲天理 讲太极 不仅是要对抗佛教 更是要维护儒学的伦常 儒家的三纲五常 他的逻辑也很简单 君臣父子之类的道德规范 不是早就有了吗 那就肯定有他的道理 于是啊 这个由于一切道理都来自于太极 所以君人臣中 父子子孝 都是天理 谁敢没抗 天理不容 既然如此 为什么出了问题呢 因为天理之外 还有人欲 人的欲望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 下一次呢 我们来讲天理 与人欲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